拍卖活动啊 在我们现在的一场生活当中啊 已经见怪不怪了 而且拍卖会上的东西 有的时候也是千奇百怪 可是最近美国一家网站 组织的一个拍卖会上 有一件拍品却引起了全世界的观众 这件拍品是飞机 但它可不是普通的飞机 它是专门为美国总统服务的专机 空军一号 也就是说是一家退役了的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而且它拍卖底价是多少钱呢 开拍价是五万美金 也就是人民币三十多万 跟咱一个小轿车差不多 说怎么这么便宜呢 今天咱们就给大伙 在这期节目里说说 这个神秘的空军一号 高清间的卫星联络系统 豪华气派的专属空间 美味精致的餐饮服务 空军一号内部构造 究竟有何玄机 它又装备了怎样的神秘武器 在险情发生时 确保总统安全 历着美国总统在空军一号中 都留下了那些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 首先得跟大家说明一点 这个空军一号的数量啊 可不是一架两架 也不是说一直使这架 多难它都不能服役了 然后再换 不是那样 空军一号是只要美国总统 坐哪架飞机哪架就是空军一号 当然这飞机它的安全呢 舒适程度那肯定得达标 所以说空军一号呢 它不是说唯一的 也不是说这一阶段就是它了 而且空军一号呢 它不是一架飞机 一般是两架飞机 就是一个主飞的 还有一个备用的 比方说美国总统 这只要到中国来访问来 那空军一号过来了 还有一辆备用飞机 也跟着飞过来 就是万一这个主机出现问题了 那好 咱就按备用飞机 所以说空军一号啊 能叫这个名字的飞机 那可不是一辆两辆 那是一辆备用飞机